他这处交代装自家水 转转蜜蜂起来 一袋袋分装好装进篮子 准备送去检验 员工缺哨 这些就是桃圆机场捷运 饮水机检验 钓包铁针 这家饮水机的维护厂商 疑似在送验水样本的时候 使用自己在公司分装好 检验合格的带装水 来直接钓包 要拿去送验的水 难怪怎么检验都会合格 疑似在送验样本做手脚 桃圆机场捷运 饮水机的外保厂商还被质疑 滤芯也都不是使用原厂提供 管线的清洁保养也不够确实 就怕大厂杆菌超标 或是水中残留重金属 这间饮水机的维护厂商 更承揽了桃圆市内 28所学校 机关航号 甚至是医院的饮水机维护 对此请桃圆市政府 持续追查这名厂商的作为 维修保养的标案拿了还不少 除了桃圆机场捷运以外 桃圆农业改良厂 以及南侃高中 和国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 也都是他们的客户 桃圆控诉厂商设为政府采购法 已经报请桃圆地检进行调查 实际来到这间外包厂商 业者看到记者赶紧拉下铁门 并且表示不受访 目前一切交由律师处理 桃圆机场捷运的饮水设备 已经紧急更新 现在其他教育研究单位 也跟着劈劈爬 外包厂商被爆料偷吃不 根本是拿民众健康开玩笑 三行为教育姐黄世涵 桃圆从不得